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关于反导拦截 咱们能说的内容大概也就是这样 反正那些天天用雷达卫星生怕看漏了一眼的对手 肯定能知道我们到底实验了个啥 技术上又取得了什么样的新的进步 那就达到目的了 这样双方就能避免战略误判了吗 不是很好吗 那最近呢 美国这边的一些事情 倒是值得我们来说说 那就是美国的一个昆西研究所 最近推出了一个新报告 称为昆西报告 向美国国会和政府提出了一个新的亚太战略计划 他们将其称之为主动拒止战略 其实主动拒止这个名词 早在2015年兰德公司的一份报告里就已经用了 只不过那个报告里说的主动拒止的概念 和昆西研究所的这个报告有所区别 兰德的报告更多强调的是 通过加强前沿绝存在 击败攻台登陆行动 使得攻台所取得的战略收益低于战略损失 从而避免冲突 换句话来说 就是不惜把台湾彻底打烂 来拖垮击败解放军 从而达到阻止中国统一的目的 而昆西所的这个概念 则是强调美国要避免灾难性的失败 同时也不要做梦能够给中国制造灾难性的失败 具体的措施是通过武装日韩台 改变美军自身的军事力量架构 达到让攻台行动有限化泥潭化的效果 并通过这种效果 避免他们认为中国在解决统一问题后 日本 韩国 菲律宾和东南亚各国 可能倒向中国的前景 那用这篇报告里的话来说 他们认为以前美军总是在寻求 对中国的一个决定性胜利 甚至是在北京举办盛大的胜利阅兵 那这种目标过于不切实际 而且未来也根本不可能实现 因为在中国的优势区内 想维持美国海空力量的长时间存在 根本就做不到 所以他们这个报告看起来 好像提出了一些很疯狂的想法 但其实是建议美国进行有限的政策收缩 事实上放弃在台湾这个必死之地的争夺 把眼光放在台湾之后 昆西研究所是一个2019年成立的新智库 关注中美关系的朋友 可能之前也在相关的新闻里 不时的能看到这个名字 总体来说虽然成立得晚 但是这个研究所却是一个 比较老派的研究所 主打的是拥抱熊猫的套路 也就是对华接触派 认为应该避免中美直接冲突 希望美国的战略界要有一些美国自信 不要总是幻想 依照现有军力的指标优势来击败中国 要面向未来做长远打算 而且他们也是少有的 直接把自己信奉精英主义说出来的机构 标榜是自己能够带领美国走向未来的少数精英 当然其实是因为他们人特别少 此前他们还曾经爆料过几个美国的主要政策研究机构 都收了台湾的钱为台湾进行游说 那言下之意他们不是台湾的说客 而是站在美国利益的角度 为美国的长远未来考虑 而他们的名字 昆西则是来自于美国第六任总统亚当斯的中监名 他们认为这位总统在任期间一系列具有长远战略眼光的措施 是今天的美国所急需的 昆西研究所的经费来源 之前也有一些曝光 与大部分美国智库不太一样的地方 就是它的资金来源颇为广泛 两党背后的金主都在这个研究所身上花了钱 所以应该说这是美国智库界的一颗新星 很大程度上代表了美国金融大资本吸引人的声音 与军工复合体和old money的传统智库有一些区别 那这次的昆西报告应该说也并非是无言之水 虽然里面有些具体的政策建议显得有些离谱 但是很可能不久的将来也会成为拜登政府和美国两党建制派 用来在国会讨论中向美国现行军事政策发起攻击的头枪和匕首 所以虽然他们提出的战略规划未必能够落实 但是很可能对于美国的政策也产生一定的影响 那么我们就来看看他们新出了些什么新点子 很有意思的哦 昆西报告首先对于目前流行的针对中国统一的三种应对战略做了分析 第一叫做报复战略 这种战略理论是基于早期和时代的报复战略提出的 也就是说对中国的军民用目标展开大规模的报复 承受中国大规模报复的风险实在是不值大 不过他们倒是也提出要避免台湾地区以及日本的这个报复企图 他们点名了台湾目前折腾的雄风二翼雄升导弹 并且有些台族分子还放话说要用这些导弹攻击北京上海乃至三峡大坝这些言论 以及日本的一些涉及远程导弹乃至核武器的危险行为 认为这些报复能力不仅不能起到任何的实际作用 反而会激起大陆同仇敌忾的心理 并招致大陆升级军事手段 从而让战争进入对中国发挥实力更有利的阶段 因此报告中提出美国的计划制定者应该坚决反对这种行为 第二 控制战略 控制战略意味着在一个战场区域内取得统治权 也就是绝对优势 使得进攻者的任何攻击都将会被迅速的击败 在报告中指出 美国军队在2009-2010年间提出的空海一体战概念就是一种控制战略 而且还是最咄咄逼人的公式控制战略 但是这种战略目前已经被放弃 而之后的美国军事战略已经不再是纯粹的控制战略了 然而尽管如此 其基础原则依然是基于控制战略 但这种控制战略按照报告中的说法 也是并没有现实可能的 因为这种战略基本上还是基于第二次世界大战中 对德日等国或者冷战中对苏联的战略 本质上是基于经济上的绝对优势 但今天按照报告里的说法 二战中英国能够抵御德国 因为德国对英国的经济优势大概只有22% 而今天的中国经济总量 是亚洲排名第二到第五的国家的经济总量 都无法相提并论的 而美国的经济总量 从长远来看也很难继续压到中国了 在这种情况下 继续实施控制战略本身就是最大的战略错误 第三拒止战略 这一战略追求的是阻止敌方完全控制战场区域 并通过塑造战略态势 使得最终形势会导向防御一方 威慑对手不敢发起军事行动策略 换句话来说 使得对手认识到他们只能够取得短期优势或者局部的胜利 而主动拒止则是要集中力量 对敌方的攻击力量本身进行直接打击 而不是对其本土的军民目标进行攻击 他们将在亚洲地区的主动拒止战略分为如下的组成部分 第一叫做分阶段的军事行动 也就是在战争的第一阶段要尽可能重创初期的攻击 并阻止对手完全控制战场 到了第二阶段再集中兵力进行反击 第二弹性防御 投资于将美军分散部署 加强防御纵深 提高机动性 并通过引真试驾快速维修 加固设施 建设坚固掩体 和进行有限的主动反击 使得整个防御体系更具弹性 第三防御行动和局部打击 反击重心放在进攻部队上 而不是对敌方庞大的军事力量和争执体系进行攻击 同时对大陆目标只进行有限的袭击 第四明确分工 最大限度强化盟友对美军前沿部署军队的支持能力 而不是盟友自身的能力 加强美军本土部署部队的进攻能力 并减少盟友能力建设的重复性 以取得最佳效率 第五限制冲突范围 避免冲突的扩大 例如避免攻击与冲突不直接相关的目标 加强合不扩散体系等 第六限制目标 目标应该严格被限制在击败进攻行动 而不是追求政权更迭之类不切实际的目标 同时在冲突全过程中 始终与中国维持对话 随时准备进行有条件的谈判 为此他们也画了一个图 来区分美国在不同区域内的重点 在日本韩国南海周边以及台湾周边 美军应当追求弹性防御 保持机动性 建设加固堡垒 分散部署 加强军事设施的容易度 提高侦察监视能力 以及提高打击能力 而在第一岛链之外的 印尼 澳大利亚等后方区域 重点是部署反击力量 为此需要建立庞大的远程打击武器部队 使用更加传统的冷战式军事编制和组织形式 提高进攻能力 具体战术层面 他们的分析认为 解放军攻台的最大弱点是登陆船团的规模 目前按照他们的计算 解放军攻台的登陆船团规模 小于二战期间的诺曼底登陆 甚至冲绳登陆时的船团 也小于美军现役的登陆船团 因此一定要动员大量的民用船实施登陆 但是民船需要夺取港口才能让部队登陆 而台湾的港口设施如果被破坏 那么将可以大大限制登陆的速度 这就过成了美军的可乘之计 当然这事是这几年美国各种 我们针对台湾的分析中老生长谈了 反正就是要打我们的登陆船团 拖延我军登上台湾岛的速度 针对此美军需要催促台湾 尽快放弃他们现在的募兵制 将现有的六个预备一旅扩充到二十个 然后把台湾变成一个大兵营 在最后一个一难死光之前不准投降 同时在台湾岛上部署大量 比毒刺导弹更强 但比爱国者更小的防控导弹 部署大量的暗机反舰导弹 部署大量的反弹导弹 总之还是刺猬化那一套 目的不是把解放军赶下海 而是要最大限度的拖住解放军 并制造伤亡 但是这个过程中 两岸的中国人死得越多 美国人就越开心 但是美军会反击夺回台湾吗 找遍全文 我没找到他们所说的反弓是在台湾 他们谈论的反攻地点是在九州岛 或者菲律宾 所以这就不得不说有点意料之外 但是情理之中的感觉 毕竟他们的反攻部队都计划放到澳大利亚了 你还能指望它怎么样 那么为了实施这个计划 美军自身的力量结构 他们要求有什么变化呢 这其实已经开始天马行空了 不过这里提到的一些概念 我觉得后面会成为国会老爷们 给美国丘巴施加压力的新武器 这里就也谈谈吧 按照国会老爷们天马行空的设想 美国空军需要研制一种新的4.5代战斗机 这种战斗机主要取代F16 使用NGAD战斗机的技术 它将和F15EX一起构成美军未来的主力 他们管这种飞机叫做MRX 没错就是MRX 所以美国是不是得从欧洲哪个小国 找个国王来当联队长是吧 按照报告中的计划 到2040年 美军要彻底淘汰A10和第四代战斗机 装备14-17个中队的MRX和F15EX 20个中队的F22和F35 11个中队的NGAD 平均机灵从当前的27.9年降低到9.9年 战略轰炸机方面 他们要求B21战略轰炸机 转变为以反舰作战为主 同时提出要求开发一种新的轰炸机 要求不必具备隐身性能 但是要有和B52类似的外挂大量导弹的能力 他们称之为对峙轰炸机 B2和B21到2040年的时候装备5个中队 B52和对峙轰炸机再装备5个中队 不过比较奇葩的是 昆西智库可能是对于当代导弹技术的发展 有一定的误解 居然提出 既然空军的丘巴们天天说 他们的LASSM导弹有多么多么的隐身 那干脆啊 我们就不用再开发什么AGM-183A了 反正电网射程又短位率又小 干脆多装备压音速巡航导弹 凭数量灭中国海军得了 这我就很惊讶了 那咱们还是先忍住吐槽的欲望 继续看下去 昆西智库的这些精英们 接下来提出 美军现役的预警机性能也不好 加油机老掉牙还不隐身 很容易被解放军的狙击手攻击给消灭掉 所以我们建议 研制隐身加油机 而且这还不是MQ25这种又小又弱的东西 你们空军应该多努力嘛 拿RQ180为基础 开发一个空中加油和侦察预警平台出来 好吧 这些精英们大概是看到RQ180是无人机 就妄为生意 以为这玩意很便宜是吧 然后抄一下兰德公司的分布式空中战役概念 提出分散部署 强夺盟友的民用机场什么的 然后还顺便提出要求把美军所有的机库都装甲化 但是不要很多装甲 只要能防急速炸弹和小型精神救导武器就行 我觉得我看到这里我已经很难认真对待这份报告了 但是我们还是继续说下去吧 在海军这块他们提出既然陆战队规模大大削减 且已经不要重武器了 那你就是不想在反攻中充当主力了咯 那也好嘛 就安心当暗击反舰导弹发射队也可以 但是那你们海军那些个两栖攻击舰 还有什么必要吗 但是你们海军现在拿两栖攻击舰当轻型航母用的想法 挺好 我看应该继续发扬 所以按照他们的计划 美国海军要开发一种轻型常规动力航母 成为CBL 这个排水量和两栖攻击舰一样 然后搭载一些F35B战斗机 那也别想着什么固定一预警机了 拿V22改个预警机 或者干脆上预警直升机 然后到2040年给我造12艘 至于大型航母 从11艘砍到6艘 这个虽然时间上对不上号 但是我真的有点怀疑 这些智库精英们是看了前几天我和施老直播的时候 他口糊的那个施老海军条约的想法 然后觉得挺赞 你说造那么多航母干嘛 干脆签个条约 中美各四艘大型航母得了 然后就和当年的海军条约一样 给轻型航母开个口子 大家就互相比赛在轻型航母上炸油 战斗舰艇方面 精英们的脑洞也不小 驱逐舰和巡洋舰这一块 能开的脑洞也就那样了 毕竟美国海军的伯克级和下一代的DDGX计划 也都定的八九不离十了 DDGX理论上也不比055差哪去 但是在轻型战斗舰艇方面 他们对于星座级护卫舰的设计不满意 觉得它太大太贵过于传统 虽然LCS实在是没法实验现在的环境 已经不是很适合再吹了 但是他们还是认为要保留 到2040年要维持35艘的规模 然后星座级取消 改成一种类似日本30FFM的5000来吨 什么东西都有还带隐身的护卫舰 然后堆上42艘 潜艇方面 精英们觉得现在有的54艘差不多了 不用再继续夸大了 但是装备了大量导弹发射装置的 弗吉尼亚Block 5太多了 应该减少相应的增加专门用于潜艇战的SSNX 为什么呢 因为他们算了个账 弗吉尼亚Block 5一次只能带65枚导弹 每次发射完了还得回港口装填 投射效率不如战略轰炸机 毕竟轰炸机扔完导弹以后 可以回去再挂一波再来 而另一方面 他们大概是问了海军的那些老潜艇指挥官 这些人告诉精英们 核潜艇发射导弹的麻烦可多了 容易暴露自身 而且还导致核潜艇活动受限 无法专心用于对付敌人潜艇等等等等 基本上也是我们之前视频里介绍过的那些理论 哎有道理啊 这个精英们就这么想着 于是也就这么写了 那按照这个计划 未来美国海军虽然数量上 没有大幅度的削减 但是实力上好像掉的有点厉害 因为小船多了不少 大船少了不少 那怎么办呢 无人舰艇可以拿来措输 好吧 反正我也看出来了 这个报告就是图个乐是吧 那既然都图个乐了 那关于美国陆军的内容 也有乐子啊 按照他们的计划 到2035年 美国陆军的现役旅籍战斗队数量 从现有的32个血井到24个 预备一旅从28个血井到10个 同时呢 组建一批专业的支援旅 比如11个防空旅 13个远程火力打击旅 20个宪兵旅 以及26个陆军航空旅 换言之就是减少直接进行地面战斗的部队 增加支援打击兵力 不过呢 这个报告显然是写到最后啊 才赶上了俄乌战争 在目前的形势下 要推进如此大幅度削减美军地面作战部队 尤其是刚刚被证明在地面战中 必不可少的重型装甲部队 确实似乎是不合时宜是吧 因此他们明显是临时加了一句话 说基于乌克兰局势 这一削减计划不宜在2025年前开始实施 以免向俄罗斯乌克兰或者北约盟友 发出不合时宜的信号 最后还有陆战队 既然陆战队现在已经自愿为大局做出牺牲了 放弃了大部分的重型武器 并且转变为辅助美国海军作战的地位了 那你们应该继续为此牺牲下去 到2035年陆战队从现有的八个驴 宣战到六个驴 预备一驴从三个砍到一个 这个计划呢 我实在很难认真评价 基本上其不切实际的程度 恐怕很难不做大幅度修改 直接拿到国会去讨论 那么这么一顿大刀阔斧的改革能省钱吗 这可能是这个报告能否得到国会老爷们青睐 并且拿去做这个头枪和匕首的最关键的要点 确实他们有算账部分 按照他们这个报告里的内容 2020年的美国国防部提出的这个经费预算 2021年美国军费是7040亿美元 而到了2035年将会达到7810亿美元 而按照他们的这个大刀阔斧砍下来的计划 到2035年砍到7060亿美元 而如果进一步砍再削减25000名士兵 并削减核武器相关经费 还能再砍到6430亿美元 为了增强这个报告的说服力 报告最后还找到了这个麻省理工学院兵器推演实验室 做了纸面推演 按照他们的推演 无敌的美日联军和台伟军在20天时间里 几乎全灭解放军海军舰队 并且迫使登陆的数万名解放军投降 当然他们运用的就是这个主动制止战略了 那至于这个推演到底有多专业呢 我觉得这张报告里附上的图片 可以给大家一个直观的印象 不论这个报告有多搞笑吧 反正以今天美国政客们的知识水平 我不怀疑这个报告里的一些内容 会不会拿到国会去认真的讨论 而且我也忠心的希望这些内容得到落实 快把航母砍到6艘 造42艘这个30FM 再搞上一堆的Mr.X 是吧 这个报告中最一厢情愿的内容 我觉得还是补充一下 就是他们认为 中国不会对美国在亚太基地 发动持续的导弹打击 为什么呢 因为他们认为如果中国这样做 就是蓄意升级战争的行为 而美国就可以用核威慑来迫使中国 不敢蓄意升级 而且他们认为这个核威慑能够生效的理由 就是中国的核武器不会达到 可以和美国掰手腕的程度 至于他们在报告开始写之后 才发现的这个风力发电厂 他们怎么解释呢 他们的理由他也很简单 那就是中国的这个风力发电厂里面 只有很少一部分会有发电机 而且即使他们已经发现的发电厂 它都是真的 那美国还有800枚以上的弹头优势 足以卫上中国了 同时他们又乐观地认为 中国迟早它会和美国达成 关于远程打击能力的协议 因为随着美国技术的发展 中国很快就不会拥有 导弹上的单方面优势了 这个嘛 或许对于美国来说 拿着苏联的模子 试图把中国往里面挤 是他们最大的误会 不过这种误会在我看来 挺美好 希望他们能继续保持这份乐观吧 得嘞 今天咱们这期有点过分快乐的节目就到这了 感谢各位观众对我们一如既往的支持 观察者网是一家独立而负责任的新闻网站 我们秉持全球视野中国公开的理念 为大家制作节目 想要支持我们的朋友 可以加入付费会员频道观察员 年费198元 使用我的邀请码999可力减十元 现在充值 还有机会领取官网限量版徽章一套 一套五枚 大家赶紧行动吧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